一張血淋淋的照片 不斷在校園裡頭流傳 看看台大PTT論壇 有目擊學生一連PO出 好幾張照片 只見胸癩倒握在研究生宿舍後方 身體下還壓著一把 長15公分的水果刀 就這樣子倒握在血泊當中 學生紛紛留言 好可怕 真的太嚇人了 好像從樓上拍的 所以也沒有很清楚 還滿噁心的 突如其來的凶殺案 讓校園裡頭人心惶惶 胸癩來自校外也爆出了 校園問題 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這個女宿舍的外頭 其實女宿舍通常都會像這樣子 外頭就是有一個門禁卡 而通常的學生 就只要帶這個學生證 就可以直接刷卡來進來 不過看到上面雖然寫說 是提醒說夜間 是要看看說 你背後是不是有人尾隨的 只不過還是難逢有心人 台大少數幾個宿舍 是門禁比較嚴一點的 可能就是門口太多個 就像這邊沒有專人顧 這邊就是凶險倒臥的地方 也就是第二個案發現場 不過其實一旁就是這個研究生女宿舍 以及其他的宿舍區域都在這邊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走沒幾步路 一旁就是校門口外頭了 而外頭就是這個螺絲幅路四段 還有這個公館商圈的外圍 是只有這個四根的塑膠柱 雖然是車子是不能進來 不過外人都可以隨意進出 看看整個台大校園的地圖 四面八方都有門口接通各大路段 卻只有前門跟後門 有警衛有門禁 其他幾個出入口形同虛設 戰友常常會讓整個情況更糟 這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在各個階段的教育裡面 應該老師應該要分享這樣的理念 這種事警察進校也沒有用 那種學生的感情糾紛 也有台大教授說 現在學生最缺乏的就是 人文素養的教育 從一般的感情糾紛 演變成一場震驚校園的兇殺案 除了揭開校園安全問題 也顯現出傳統教育制度的缺陷 記者陳全白 周一蝶他有報導